痛風其實就是尿酸的成績造成的 那其實時間一久 可能會形成所謂的痛風石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Case 就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相對年輕的患者啦 他來就醫的時候呢 手上就有大概一兩公分左右的一個痛風石 他其實這個東西 在他高中的時代就開始有了 因為一開始其實影響程度還好 那他覺得可以忍受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的這個石頭就越長越大 對於關節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直到他就醫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手指 歲末年中公司尾牙和朋友聚餐 接種而來 燒烤 火鍋 海鮮和飲酒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美食雖然誘人 但都潛藏著不容忽視的健康隱患 攝取過量可能會導致藥酸過高 讓痛風在不知不覺中找上門 俗話說痛風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一旦發作 除了帶來強烈的劇痛和不適 更會大大影響年節的形成 痛風體質在年節有哪些飲食重點 我們來聽聽 衛福部雙和醫院豐氏免醫科主治醫師高瑞宏 怎麼說 健康聊天室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雙和醫院豐氏免醫科高瑞宏醫師 痛風其實是尿酸的結晶 尿酸過高在身體裡面形成結晶 那沉澱在我們的關節部位造成身體有發炎的現象 那因此症狀上就是關節的腫痛 那可能會影響活動這樣子 那它的特徵在於它會反覆發生 所以可能會這次發作好了之後過沒多久 或是過一陣子之後又反覆發作 而且部位可能也不一定是同一個部位這樣子 那會對生活造成滿大的影響 痛風其實就是剛才講是尿酸的成績造成的 那其實時間一久可能會形成所謂的痛風時 那痛風時從肉眼看不到 到肉眼可見甚至摸得到 甚至長更大的時候會甚至會吃穿皮膚 破到表皮外面來 那痛風時的存在可能就會對關節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那嚴重的話甚至會讓就是整個關節活動受限 以至於甚至影響行走 我們也遇過患者 它痛風時的長的部位包括膝蓋、腳踝等等 那導致於它來看診的時候是必須坐輪椅的狀況 那其實這些都是痛風長久以下的一個併發症 那其實除了說長石頭以外 其實也可能會造成附近的骨頭被侵蝕 所以S光上就會看到骨頭被吃掉一個洞一個洞的樣子 那這些其實都對長期累積下來 都是可能會導致活動功能的異常跟失能的結果這樣子 它主要是影響關節啦 所以症狀上通常是以關節最明顯 當然它也會是一個全身性的發炎反應 所以它也跟很多的共病 比如說肥胖、高血壓、糖尿病、腎臟病、血脂肪異常等等的 這些共病症都有關聯性這樣子 其實痛風發作 我們感覺痛風是一個關節發炎的現象 腫痛的現象 那痛風發作最主要的危險因子就是高尿酸 高尿酸、尿酸素質過高 其實未來發生痛風發作的這個機率越高 那如果在高尿酸的患者當中 如果它又有頻繁的飲酒 或者是說聚餐、大魚、大肉等等的 或者是喝一些含糖的飲料 或者是腎臟功能比較不好 其實都有可能造成未來發作的機會會比較高這樣子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跟體質有關 就是說有時候常常也會有家族 爸爸也有、哥哥也有等等這樣的現象 那可能也是跟他有共同的生活習慣 或是有共同的身體的體質有關聯 男生其實是機會遠大於女生啦 一般女生來說要發作到痛風 大概都是年紀大概是更年期以上的 這個女性比較有高的機率 那男性來講 只要大概20歲以後的成年男性 基本上發生率就相對是比較高這樣子 那另外也有個case是 他來就醫的時候 就是一個30幾歲的相對年輕的患者啦 他來就醫的時候呢 手上就有相當一顆 大概一、兩公分左右的一個痛風石 那其實詢問之下呢 他就提到說 他其實這個東西在他高中的時代就開始有了 那當然大小 當時一開始其實很小 那隨著時間他覺得不太不以為 因為一開始其實影響程度還好 那他覺得可以忍受 那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他的這個石頭就越長越大 對於關節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 那直到他就醫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手指的關節筋 被受限到不太能活動 那外觀上也相當的 相當的明顯這樣子 那這也是讓人印象深刻啦 那其實 這樣的痛風石其實都有機會 藉由藥物 那包括降低尿酸的濃度 等等的方式去改善啦 其實就是取決於尿酸的 有沒有控制到穩定啦 一般來講我們尿酸7以上就是異常 那越高就越容易發作 那如果我們能夠將尿酸控制在6以下 就是尿酸的數字 控制在6以下 其實就可以顯著降低發生的機會 而且這個發生的風險呢 其實是隨著治療的時間的拉長 會越來越 越來越低 也就是說 治療時間越久他越不會發作 因為痛風的發作的形態是 好發作之後會持續一段時間 可能是沒症狀的時期 然後再等下一次發作 那有時候發作的形態會越來越密集 那患者有時候就會在這段時間 就是放棄持續治療 這是比較可惜 那隨著時間他只要治療 一般來講能夠半年一年以上 其實他就會感受到他的生活 跟以前是不太一樣 痛風時只要尿酸降下來 就會開始縮小變軟 那這些都是可以有機會治療的 大概分急性期跟慢性期 急性期的話 就是以改善他的關節的發炎為主 所以有時候會 所以包括服用藥物之外 也會考慮用一些注射型的 去比較快速的改善患者的症狀 但如果以長期的穩定控制來說 那就是必須用服用的方式 服用藥物包括主要是降尿酸的藥物 那降尿酸藥物通常使用起來 大概一天一顆上下 一顆左右這樣的劑量 其實就有很高機會達到治療的效果 如果痛風發作的患者 其實我們會擔心會再復發的現象 那其實最重要還是剛才有反覆提到 就是要先把尿酸控制到正常 那這點如果做到的話 就是平常就可以注意說 避免一些容易讓痛風發作的因素 包括說這個大魚大肉 突然的大魚大肉的禁食 或者說喝酒 再來是說有些人是在激烈運動 或是沒有補充水分狀況下也有可能 那另外就是老人家 比如說調整利尿劑 因為老人家有時候會服用利尿劑狀況下 這個本身也會讓痛風容易發作 所以這些都是在生活中 如果可以藉由生活習慣調整 或藉由藥物調整的時候 可以稍微注意這方面的狀況的話 其實可能可以避免發作的機會 那也提醒大家說 就是正逢年節啦 聚餐尾牙 還有這個親友年月飯的機會也多 所以請大家注意說飲食上不是不能吃 但是要節制那個量 那一方面也是 如果能夠有邊本有藥物的話 能夠繼續持續的服用 都能夠再多加一層保護 讓自己的關節 痛風能夠更穩定不至於發作 那也因此才不會讓這個痛風來 擾亂大家放假的這個歡樂的氣氛 很多病患可能會認為 痛風只是暫時的疼痛 服用止痛藥忍一下就過了 但醫師說 痛風患者若是不積極治療 有相對高的機率 會演變成痛風時 若痛風時過大 就可能導致關節變形 或內臟器官的損害 最嚴重可能會面臨節肢的後果 所以醫師提醒 有痛風切勿拖延 以免造成令人遺憾的結果 以上就是本期健康聊天室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們的健康聊天室嗎 歡迎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而忠實新聞網的會員制也開跑囉 歡迎加入會員 就能準時收看我們的獨家影片